而且這張股票我覺得蠻特別 它是最近被一些高股息 ETF 鎖定的標的 所以看到投薪的買盤 今年股價到現在也是創下波段的新 你會發現它其實走勢我覺得非常穩健在往上走高 腦袋決定口袋 口袋決定自由 嗨 大家好 我是儲狂人 歡迎收看財富狂奔 想成為有錢人是大部分人的夢想之一 台灣呢 這個貧富差距大家都知道越來越大 所以有錢人 台灣的有錢人 他每年累積財富的速度是越來越快的 根據一個調查是說台灣有錢人平均財富成長 每年可以成長到18%以上 那扣除他從工作這邊得來的收入以外 他主要的就是賺錢的工具就是靠投資 那有錢人的投資主力呢 又是以台股的佔比為最高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資深分析師林漢偉 來節目裡面跟我們分享一下 台灣有錢人的台股操作策略是什麼 歡迎今天來賓林漢偉老師 誒 狂龍中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先來看一下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呢 是說它有一個統計 統計說台灣高資產的客群 它投資的項目有哪些 那這個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東西什麼叫做台灣的高資產的客群呢 它的一個門檻啊 就是說你可投資金額超過3000萬 就算你是高資產客群啦 然後我們這邊看一下 它其中啊 它這個是這樣 就是一個是過去它的投資是什麼 它現在的投資是什麼 然後預計未來它要撥多少的這個資產 放到哪一個投資項目去 所以它過去的是什麼 我們先不管了 我們直接看現在跟未來的 你看哦 很明顯 有保險啦 有現金啦 有基金 那重點是 台股 你看台股 現在投資高達幾乎要60%了 所以說 真的就是我們剛講 一開始講的說 現在台灣的有錢人啊 他們很多的錢是放在台股投資的 那我想要 第一個想要請教老師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既然知道台股很多 台灣很多有錢人 他是做台股的 那台股 應該要 就是他們都是喜歡投資哪些股票呢 這些股票有沒有一些什麼特徵 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對首先我們先從結果論 結果論來說啦 他們去年這樣投資台股 到底對不對 今年台股的報酬已經超過兩成 以上了 所以我相信這些 三千萬的有錢人 今年應該變得更加有錢 但我們還是要知道說 這些有錢人 他們到底布局的一些 相關的標的 是比較風險性高的呢 還是比較保守型的 我們可以簡單去看一下 目前就那個統計資料來說 有錢比較偏好 這三種類型的股票 一個叫上市的全值股 因為他們不喜歡這種 所謂的波動太大股票 另外他希望大戶持股多 也就是說 好像不希望散戶太多 會讓股價波動 或說這籌碼比較凌亂 那他也希望說 除了可以賺到價差以外 又可以能夠穩定的配息 所以如果有配息久 而且不縮索的股票的話 就會成為這些有錢人 鎖定的標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些有錢人 他們在這個統計資料裡面 鎖定的哪幾檔股票 就這一份的調查報告 可以看到 台灣有錢人最愛的三檔股票 有哪些 一個叫做1216統一 這大家應該都熟知 因為每天會去 相關的一些統一超商 他就台灣的食品龍頭 就像剛剛所提到的 他的獲利非常穩健 配息連續配了40年 都配給你不錯的一個股息 那今年以來 績效大概10% 也就是說 你除了賺他的股力以外 可以賺到不錯的一個價差 另外一檔也是大家也熟知的 台達電 全球電源的供應龍頭 今年績效但稍微比較平淡一些 但他配息也配了40年 就是這家公司從成立以來 每年穩定的獲利 每年穩定的配息給股東 也交出股東一個不錯的報酬率 另外一檔也是大家可能比較熟知的 就是中保科 國內的保全龍頭 那同樣也配息配了35年 今年績效還不錯 漲了23.98%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像剛剛所提到的 所謂的有錢人 他們去年的佈局 如果是買這三檔股票的話 我相信他們今年還是賺的非常的多 那我們現在重點就在說 那如果一般的投資人 這三檔股票我覺得 對大家來講就會覺得說 好像有那麼一點 乏味一點點 有一點距離 對就是第一個可能太穩定了 那再來就好像沒有那一種 所謂股價的波動性 那再來就說這種股價太穩定了 好像也不是大家比較偏好的標的 所以我們還是幫大家準備就是說 有沒有一些股票 同樣也有一個產業的地位 而且股價稍微比較活潑一些 我特別幫他精選出來 六檔不同的股票 可以看到 第一檔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到 一樣跟統一是食品的龍頭 叫蓮華 蓮華計劃我們可能大家都 有零食的 可樂果 對 對那個大家很從小吃到大 但你要知道蓮華計劃 它現在已經轉型成投資控股公司 它有食品 有企業服務 軟體服務 資安服務等等 又不動產的一個事業 所以它的一個所謂的轉型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這家公司 它因為已經多角化經營了 相信它經營的所謂的一個穩定性 應該會比單壓某一個產業來的 更加穩定 那同樣大戶持股比 已經達到64.39個百分點 連續配息配了28年 代表說如果說 大家對這種食品股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蓮華可是統一以外的 另外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老師 統一跟蓮華你怎麼選 我會比較喜歡蓮華一些 怎麼說 因為統一的股本太過龐大 也代表說你雖然說你可能長期投資 統一應該是不會有大賠的時候 但也比較難抓到那種突然之間 像今年這種廣達偽創 突然間往上噴出的這一段 所以我覺得對蓮華來講 股本小可能是相對的優勢 而且活潑 而且多角化經營 代表它某一年可能在某一個 事業上面有得到不錯的成功 大家就會給它新的一個本益筆的空間 所以可能就是在選擇上面 但你可以選擇非常穩定的老龍頭 但是還是要看到它有沒有一些 新跨足的一些多角化經營 那再來第二張股票我覺得可能是比較新 因為它連續配期才配四年 但如果你看它名字叫做長榮鋼 你就知道它是長榮集團旗下的一家公司 它本身是長榮集團旗下做鋼購的大廠 那因為長榮集團非常的龐大 所以它資源會互相的轉移 它也會交差持股 像長榮鋼 因為今年只有長榮跟長榮行 那長榮跟長榮行 因為今年配期配的很多 所以長榮鋼前三季 它公布出來EPS已經大概七塊錢了 代表今年它有可能賺十塊錢 股價目前大概七十幾塊 所以就本益比來看的話 大概維持在七倍本益比 可是它之前配很多 它這可能是一次性的 因為明年可能就不會配那麼多 那怎麼辦 但是我們講說它今年最少在長榮 跟長榮行領到的股息 對長榮鋼的股東來講 明年它就是長榮鋼身上會配出來給大家 起碼好到明年就對了 對好到明年 那也可以看到它大戶持股比也非常的多 因為大部分都是長榮集團所持有的 而且這張股票我覺得蠻特別 它是最近被一些高股息 ETF鎖定的標的 所以看到投信的買盤 今年股價到現在也是創造波段的新高 我覺得大家有空可以把那個 玩股王的線圖打開來看 你會發現它其實走勢 我覺得非常穩健在往上走高 那另外一張股票 我覺得大家也非常熟知 它是台積電的代工 這個所謂的無城市的夥伴就是漢唐 那漢唐其實這幾年 我覺得它因為經過一些所謂的股權之爭 所以有股價出現比較明顯的一個拉回 但整體上一樣獲利非常穩定 連續25年配息給你 42.7的一個大戶持股比 那明年大家都知道說 德國 美國 日本 都要持續做一些現場的動作 所以對漢唐來講 我覺得其實業績能見度 大概兩三年以上沒有太大問題 那這家公司我覺得經驗比較保守 也代表說它可能也不會有太大的擴張 但是穩定的一些訂單收入 都適合大家做一些長期的投資 那另外可以看到聯巴科 我覺得這就不用花太多時間去講 因為大家都知道聯巴科是目前台灣的 這個類似台灣之光 所以說很多外資的報告也提到說 聯巴科他們認為是下一檔的台積電 因為它可能會取代台積電 成為外資的最愛 所以最近我們可以看到大戶持不一樣 66.31% 那配息你可以看到聯巴科經過金融海嘯 經過所謂COVID-19 還是穩定能夠一個獲利的狀況 而且最近的獲利我覺得非常穩健 所以它也是近期很多高股 高股席所見的標的 可是最近漲很多 對 但我覺得以目前 因為以第四季來說 這種IC社群族群 本來就比較活潑的時候 而且最近的外資或是投信 都持續在加碼聯巴科 而且以它的明年的狀況 可能會比今天來的更好 所以以短線上來講 但聯巴科你說快要到1000塊 要不要去追它 可能就不是那麼好 漲了五成 600多漲到900多塊1000 對 漲到快1000 但是如果以外資的報告來講 我覺得長線看好 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它的問題會在於說 畢竟你現在 如果是以長期投資來講 去買聯巴科 可能就不是那麼好的一個選擇 那可能大家還是要做一個分批 去做一個所謂的 拉長時間或平均點的成本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進行方法 盡量不要追高 那另外一張股票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留意到星象 這個台灣的遊戲股王 那如果講星象 可能不是那麼熟悉 他可能不知道 但如果講明星三缺一 可能大家廣告看到 對 大家知道他 他本身其實獲利非常穩健 他已經連續好幾年的 EPS創造歷史的新高 那同樣配息 配了20年 大會是42.06 另外一張股票 可能稍微比較冷門一點 他是重月 他武功是日本的信樂 同樣代理半導體的材料 銷售跟環保工程 所以我覺得像漢唐 像重月 都是會跟著半導體的一個 所謂晶圓代工 建廠的需求 而出現獲利 或業界上穩健的成長 所以這張股票我覺得可以讓大家做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選股名單 就是說你要長期投資 又虛妄說波動不要太大 這些我覺得都是業績 說業界的龍頭 或說整個一個持股 相對比較穩健的公司 應該是大家比較適合做一個 常見投資的標的 我看這裡面有一些股票 他就算是配息配的比較高的 現在也差不多都要填息了 對 因為今年 當然第一個今年台股 是一個比較偏多的行情 所以很多股票配息完之後 都能夠順利填息 那重點在於說這些公司 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下他們業績 到今年都維持一個正成長 代表明年他應該能夠維持一個 不錯的配息率 所以我覺得 你要去選擇這些所謂的高配息 或說有錢人會所定的標的的話 盡量去選擇就是說 他最少今年不要業績大幅度的下滑 像金融股就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他可能這個明年配付出 比較好的股息 就會讓一些所謂的長期存股 他可能會做一些換股的動作 可是金融股會不會現在反而是一個 逢低買進的機會 我覺得如果說你長期 我覺得金融股是一個蠻穩定的一個標的 那你就要把時間週期拉長 可能就是說大家如果不看他的價差 也可以忍受他兩三年的低配息的話 那我覺得你這邊去買比較多金融股部位 等到整個所謂的市況回溫 或金融業的一個獲利開始上來之後 他就會比較有高的配息 但是比較適合就是說 大家有一個長期投資的角度去介入 OK 就是要想說 我可能要明年就要有多少的投資的報酬率 就比較不好預期 對 因為大家可能就第一個 你買金融股會希望說 他穩定的配息給你 但如果原本大概這一兩年配一兩塊 明年只配0.5塊的話 可能對很多希望是靠這個領息過日子的人 我覺得就會造成一定的壓力了 所以在整個資產配置 或者說大家退休規劃上面 可能金融股短線上就不是那麼好的標的 也許大家就可以選擇其他的一個標的去布局 可能還會有一些失望性的賣壓這樣子 對對對 OK 好 那剛剛講的比較多是有錢人的 他們會怎麼投資 他們會買哪些股票 然後我們要怎麼可以 如果想要學習他們的投資方法 我們可以怎麼做 那可是一般的散戶不會像有錢人一樣 一次就丟個幾千萬丟個上億去買股票 那有沒有老師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說是一般的投資人 就散戶投資人 他沒有這麼多資金的話 他可以怎麼樣去 就是投資台股呢 對我覺得散戶投資人 當然很重要一件事情 你要趕快先投入啦 因為我們講說很多事情是萬事起頭難 存錢也是投資也是 所以現階段當然很多人會希望說 台股現在已經到一萬七千多點了 可不可以等到拉回再再買方 但我覺得如果你是以長期投資角度來講的話 你現在如果手上沒有比較多的投資部位 第一件事情是 現在就要買 不要等 但你把資金分成三等份 因為你分成三等份 你現在先建立基本部位之後 你可以先觀察 我這次進去之後 如果很順利賺錢的話 我賺了10% 我再加碼另外的30% 但如果說我這次進場 一萬七真的太高了 就回到一萬六千多點 你的投資組合回檔10%的時候 你就要想說 我剛好還有另外的兩筆資金還沒有進場 可以攤平一下 讓你的成本降低 所以我覺得對大家來講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現在就要建立你的基本部位 先不要去看指數的位置 也不要看你的投資組合相關的位置 先把你的第一筆投資組合先建進去之後 等到加碼的時機 或說你賺錢之後再加碼 我覺得在現階段 如果你現在有一百萬的資金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做一些相關的配置 那當然會分成不同屬性來說 比方說我們講說 有些人就希望說 我比較貪心一點 我希望能夠賺到不錯的股息 但如果說行情好的時候 我的股票可以賺到比較大的價差 所以我們以剛剛講的六檔股票 幫他做一個不同個性上的組合 如果你比較積極型的 剛提到聯發科 真的以外資的報告有些說看到1200 甚至說大摩看到1600塊 這個外資報告 最好還是不要相信吧 這個感覺風險很高 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以今年 你看聯發科最好的一個比較對象 應該是美國的高通 但美股高通的部分 他最近我覺得有點加速在補漲的一個動作 那明年我覺得智慧型手機的事況 可能不會太差 那聯發科他本身也切割到一些AI的晶片 所以他本益比有調升的空間 因為今年其實聯發科本益比大概是15倍左右 但如果他能夠像廣查跟偽創可以調到20幾倍本益比 那就有那個想像空間存在 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積極的事情 你就是說你去買聯發科 但你就要承受他股價可能比較大的波動的風險 但同時你卻可以配置一個比較穩健的 比方說聯發科他一般來講 是比較跟所謂的全市場的景氣有關 那你可以配一個遊戲股 因為遊戲股一般來講 他是逆著市場的景氣 所以當景氣不好的時候 大家就去玩遊戲 所以我覺得他做一個所謂的一個對沖組合之後 可能對你的一個投資的所謂的報酬率 會比較穩健的往上走高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那我覺得聯發科真的太貴 然後新將也是這種高價格 我會有比較穩健的組合 我們剛剛提到了 其實穩健型你可以類似做二一的長榮鋼 傳統型的產業 配上五四三四的重越半導體的設備 所以他在產業當中做一些不同的組合 不管是在所謂的國內的內需 或說你看半導體景氣的復數 這樣的一個組合是比較穩健型的配置 那另外比較保守的你可以類似買漢堂 因為漢堂長期來看 股價就是我覺得就是 滿滿的穩穩的往上走高 另外可以配類似這種食品龍頭的聯華 他比較不受到景氣的影響 我覺得這可以分享給大家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你的不同的性格 去組合不同的一個股價的一個 所謂相關的投資組合 好那不管我是積極型還是穩健還是保守型 那上面的這個 分三比的這個模式都是一樣的嗎 一樣的我覺得都一樣的 因為對很多散戶來講 畢竟第一個我們並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盯盤 所以你盡量用資金分上的方式 會讓大家心裡的壓力比較輕一些 不然你百萬現在買一萬七 或買一萬八 那真的跌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人就原本的長期投資 他可能就會亂砍 那甚至說有些人可能就是本來 你的長期投資會希望說穩健的 但看到行情好的時候 反而追一些比較投氣性的股票 所以我覺得還是以分散投資 那莫忘初衷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OK 所以那也就是說 好我這邊再整理一下 就是說我這邊 現在就買三十三左右 就三分之一的資金 然後跌10% 我再加碼三分之一 或者是然後漲10% 再加碼三分之一 那不管是可能先漲或是先跌 對 到就希望最後是全部O-In O-In 然後你會發現到這樣的組合 到最後你會等於是 你在這時候買了一百萬的資金 因為跌10%又漲10%回來 其實你整體這樣報酬率應該是歸零 但是它好處在哪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心理的一個調適的空間 賺錢的時候你加碼 你會覺得開心 跌下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還有現金可以加碼 對 剛開始投資人 我覺得心態的穩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被剝奪感 買了就大跌 那個被剝奪感很重 對 沒錯 OK 好 老師我們剛剛都在講有錢人的投資方法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觀眾都不是有錢人 都是我們一般散戶 那散戶本來就不可能像有錢人一筆就丟個幾千萬 丟個上億 所以散戶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也建議我們一般散戶朋友 我們可以投資哪些股票 然後進場點要怎麼判斷呢 對我覺得可以的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制卡部分 但第一個 大家一定會很想要這個定期定額去買一些固定型的基金 甚至說你可以透過券商去設定你所想要買的股票 很多人定期的店來買台積電 那到底要該怎麼加碼 我覺得剛好這時間點非常關鍵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面對到 大家可以擬到年底的獎金 跟所謂的年終的獎金 那我們講說要把錢變成你喜歡的樣子 如果你喜歡的是一台車 你可能現在資金不夠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把它加碼到定期定額扣款的一些相關的投資商品上面 一定比例去加碼 我覺得代表說 其實定期定額很重要是你的閒置資金 你不要把它花掉 馬上去存在股票裡面 存在相關投資商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的必備的條件 那加碼要怎麼加碼 有些人會用所謂固定加碼法 跌10%我加碼1.5倍 跌20%加碼2倍 那你說跌30%要不要再加碼 就不要再加碼 可能代表你的方向看錯了 它可能翻為空方了 所以整體上來看 我覺得固定加碼法是適合一些什麼 市值型的ETF 因為它會跟隨著大盤 或說整個全球經濟往上成長 但不適合做主題型的加碼 因為主題型加碼可能就比方說像2021年元宇宙 你會發現到 後來也沒回來 對跌20% 你在加碼2倍後面跌40% 50%都有 所以市值型它會市值去做一些換股 會把一些主流的題材 或者說強勢的族群換進來 就是這種比較適合固定加碼的一個方法 老師這邊我問一下 所以你說30%就不要加碼 這個是只有主題型還是市值型也不要這樣幹 我覺得市值型也不要這樣幹 因為對大家來講有時候跌到30% 很多時候可能是遇到股災了 所以股災的時候我覺得可能大家就換其他方法去加碼 也就是說你不要用固定方法加碼方式 你可能股災的時候你就用其他的方法 比方說你可以用景氣燈號加碼法 或技術指標加碼法 景氣燈號加碼法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藍燈買股票 然後黃人燈就恢復正常 紅燈去賣股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年 如果是台灣在景氣燈號藍燈的時候 你固定去加碼扣款一些所謂的台灣50 一些市景ETF的話 你到年底我覺得都有一些比較好的報酬率 那另外講說技術指標加碼法 就是說你可以看大盤的月KD 在跌破20以下加倍扣 因為我們講歷史統計資料來看的話 月KD20以下其實停留的時間不會太長 所以你這時候加倍扣可能扣兩個月扣三個月 月KD指標黃金交叉上來之後 後面就出現波段性的獲利 那另外有這種所謂的負乖離加碼法 就是說一般來講年限如果是一個多頭航行 或說不是遇到股災的時候 負乖離10%你去加倍扣的話 很容易它這個所謂負乖離10% 會回到所謂的年限附近 甚至回到所謂年限之上 那我覺得就會讓大家的定期定額 有更好的一個效率 所以老師剛剛聽起來你講的 好這些加碼法都不考慮股災的情況 對不考慮股災的情況 那如果股災怎麼辦 股災的話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大家要先 把你的所謂的本業收入可以增加更多 因為代表說其實股災的時候可能就會面臨到 第一個你可能要面臨到有失業的風險 你可能要準備一些所謂失業救濟金 或固定的一些投資的收入 所以這時候叫你去加碼股票 可能會壓力比較大 但是如果說大家的本業 顧得還不錯 又有額外的資金的話 但你股在遇到最悲觀的時候 什麼叫最悲觀的時候 像2008年金龍海嘯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到 連台積的董事長張忠謀都出來講說 他覺得景氣的這個春宴好像都沒有看到 所以當這些所謂景氣大佬 所謂的企業大佬都很悲觀 全市長一面悲觀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用情緒的方式 你覺得大家很不看好這市場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勇敢進場的時間點 所以我們到時候要等下一次 張忠謀再跑出來講類似的話 還是 我覺得下一次可能要等 要等其他的企業領袖啦 但整理上來講 我覺得明年也許是一個觀察時間點 因為很多的企業都說明年可能景氣 會有一些比較大的變化 所以如果說你是要等到股災才要進場的人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就時間點會花費很多時間去等待 你看2008年一直等到2020年才遇到一個COVID-19 等到2022年才遇到一個所謂的快速升息的一個股災 那如果這樣子等的話 我覺得中間的時間會讓大家浪費很多的投資的計畫 所以回到你剛剛的建議 現在不管怎麼樣 不管悲觀還是樂觀 先進三分之一再說 對 先進三分之一再說 對 留一部分的資金來做一些所謂的彈性的調配 OK 好 那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啊 想要請教老師的是說 呃 鴻海 鴻海今年很多很多新聞 然後呢 那他之前在大概半年多前那時候 他的高點是一百一十幾塊 那後來遇到一些 就是不好的新聞 不好的事情 所以後來就跌到一百塊以下 那如果有些人之前是買在一百一十幾塊的 那這種人他到現在 現在大概是一百出頭 那他應該是要 在逢低買進嗎 就是攤平一下 把成本攤一攤 還是說他就 我就繼續抱著就好 我就也不變硬萬變呢 請老師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因為我覺得鴻海的部分 第一個股民人數非常的多啦 所以每年股東會上面很多股東都會問說 那我鴻海買在兩百塊的 買在一百一十塊到底該怎麼辦 我覺得其實以現階段的鴻海 第一個他已經 從過去的成長型股票 轉為所謂駕駛的股票 所以鴻海本身來說 你看到股價的線圖 今年當然很多人套在這個一百一十塊的高點 後面發現到鴻海股價急跌 但我覺得他的急跌 有一部分是因為那個時候被 所謂的大陸查帳的關係 但這個消息 這個所謂利空消息 大概在短期之內已經確定了 看起來查帳只是一個罰錢了事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會慢慢回歸到相關的基本面 那鴻海基本面我覺得問題會在於 因為他大部分主要的事業都在所謂的消費電子這個區塊 那可能大家就要去等待明年所謂的蘋果 全球的所謂筆電市場要快速的回溫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目前鴻海他比較難有大幅度上漲的空間 身體上來看鴻海 你說買一百一十塊有沒有機會解套 我認為是有的 因為大盤指數已經來到不斷的高點 但是如果以時間點來講的話 到底這個位階點上面去等待鴻海到一百一十塊 會不會等很久 這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一個問題 但我覺得整體上來講 但你花一點點時間 應該等得到解套的一個時間 但我們講說還是要分享給大家 比較好的一些操作方法 我們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幾個 讓你更快能夠達到 不管說解套 讓你達到轉為獲利的一個機會存在的一個方法 首先 因為鴻海本身剛提到 他從原本的一個 有具備成長性的股票 現在已經成為所謂的類似這種價值型的股票 人家常常在說 過去買鴻海 它享有比較高的一個波動性 現在買鴻海跟買重化電信 買遠傳 一樣的一個概念 因為它波動很低 你看長期這兩三年 全世界的大幅度波動 大漲的時候跟鴻海沒關係 大跌的時候跟鴻海也沒有關係 所以很多人現在買鴻海是注重它的低波動跟配息 所以如果你是注重這兩個優點的話 一百塊以下我覺得可以加碼 加碼之後 當然你就是等待它 可能就是一個比較長期類似純骨的概念 因為它直率穩定 而且產業龍頭 你也不用擔心它 未來股價會有大幅度的拉回的風險 另外如果說你比較希望說趕快回本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把資金轉進到什麼 鴻海集團旗下的小經濟 或在區間裡面來回操作 什麼叫區間來回操作 就是剛剛提到了 如果你是一百一到一百 你可以到一百買一百一賣 這樣來回操作 會讓你的獲利有比較好看的數字 另外大家可以發現到 就是說來到12月份相關集團做這樣的一個力道 鴻海的電動車的事業 鴻海的低軌衛星的事業 鴻海半導體的事業 其實都造就今年雖然鴻海股價沒有表現 但旗下一些相關的小經濟 我覺得都有一些股價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可以把你部分 比方說你有手上有一百張鴻海好了 你可以把二十張三十張鴻海賣掉 不要等它解套 去買一些鴻海集團相關的小經濟的股票 小經濟漲 鴻海股票會漲 小經濟跌的話 你最早手上鴻海是比較穩定的 那第三種方法就是更進階版的 如果你手上一百張鴻海 你要一直等它等到一百一十塊 也許你要花兩三個月的時間 那我覺得這段時間裡面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不錯的信用平等 如果你跟銀行又有不錯的關係的話 你要等一百一十塊回本 那你可以股票去銀行做一些直接的動作 你會說去借錢好像不好 但你要知道我們的鴻海大股東郭董 也常常在每年做一些直接的動作 因應所謂的繳稅 因應相關的投資的一個管道 所以我覺得你同樣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是說去銀行直接部分的資產 出來之後你買一些高股息的ETF 或指數型的ETF 像剛剛提到了 很多台灣高股息的ETF 它可能有7% 8%的一個配息率 你直接出來的一個所謂的利率 大概是2%以內 所以當中有一個利息套利的空間 又或者說你覺得鴻海真的太慢了 但是你買0050 當中有鴻海有聯發科有台積電 你把資金轉進到這些所謂的ETF上面去 鴻海漲的時候 你的ETF一樣會漲得更多 那如果鴻海沒漲 你可能其他台積電股票漲回來之後 會讓你的回本速度會變得更加快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 所謂的分享給大家 讓你更快達到鴻海回本的一個方法 好今天謝謝來賓 在節目裡面跟大家分享他的投資心得 也感謝你的收看 記得要追蹤楚狂人的Telegram頻道 我會在裡面聊盤式跟更多的操作技巧 每週一和六的晚上八點 我們準時在YouTube頻道的財富狂奔節目 和你再見 拜拜 拜拜